同學在問說為什麼是12格 這個呢其實跟網頁設計上有一個叫CSN是有關係的 我們網頁上要做所謂的排版 現在新的標準就叫CSN是中文有把它翻作樣式 把它翻作樣式 那這個呢就跟各位一般在什麼 在Word裡面 或者Write裡面 它是不是有什麼標題1、標題2、3 這是文字的樣式 但是呢 CSN除了文字樣式外 它規定什麼版面的樣式 就好像 各位在Office裡面有看到一欄兩欄 幾欄 那 你找這個呢 這個就是 現在比較流行的什麼 網頁設計的一個 前端的部分 它怎麼樣去 做開發 有興趣你可以來這邊看一看 它就會把網頁把它區隔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剛一直在強調就是 因為現在 裝置的解析度太多太多了 我沒有辦法做一個網站就剛剛好 那這個時候你要自動改變的時候 就需要把它拆開 可是你拆得太細 又很難設計 對不對 所以它必須要去取決 做一個抉擇 所以我們剛剛講 有一些是什麼 可能是 8個的 也有10個的 也有12個 也有16個 這個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你有興趣的 再去看一下這些網站 這樣子 這樣OK嗎 就會比較清楚說 它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 那 Google協作平台當然 因為它 做完了 就是要給大家用的 所以 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 它就會去找這些標準 就要去遵循 這樣 以後 如果 要改變的時候 它也比較有依據 OK